对不少人妇来说 生产当日如果丈夫可以在产房陪着一切 精神上会得到很大的支持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期间 公立医院先后暂停丈夫陪产的安排 看回80年代初 原来丈夫入产房陪产并不常见 除了因为政府医院以产房空间不足而不早安排之外 和夫妇的个人取态也有关 看看当年的报道 由太太怀孕开始 多数丈夫都会格外关怀妻子 积极地搜集有关分娩的知识 希望能够帮到忙 目前来说 大多数的医院 包括政府医院在内 都不能让父亲进产房 因为地方缺乏 加上产妇又多 一间产房会同时有两个 或者甚至四个产妇临盘 丈夫在这里看是很不方便的 但是就算医院肯给 很多丈夫都不会在产房陪太太分娩 刘太太 李先生看着你个宝宝出生的 当时是谁的主意呢 大部分都是我的主意来的 那你当时根据什么原因来采取这个方式呢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当上回来的时候 就是觉得很安全的 而且可以给我很大的支持 看着你太太生的时候你怕不怕 我不怕因为在宝宝出生之前 太太和我都是有去上辅科产前的班 因此我就是知道 在宝宝出生的时候 每一个过程是怎样的 还有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小鸣仔来的 第一个小鸣仔 我也都是在产房里面看着出生的 那时候我也是没有害怕的 丈夫如果要留在产房 首先是要由阮方和医生批准 入产房前要换衣服 消毒和戴帽戴面罩 她和孕妇抹汗 和帮助孕妇控制呼吸 松弛肌肉 故此阮方都建议那些丈夫 预先参加生育准备班 这些班 类似普通医院所设的产前讲座 分为几堂课程 放映有关怀孕 及临盆的图片和电影 等丈夫知道到时应该怎样做 到底医学界的人士 赞不赞成爸爸在产房 看着个宝宝出生呢 当这个母亲她疹痛开始的时候 假如丈夫在场的话 她可以帮助这个太太 来去做这些呼吸 和放松她的肌肉 那她的妻子的疹痛 亦都可以 苦楚可以减低 甚至有时连麻雀都用少很多 甚至可以不使用 如果是她觉得痛的时候 作产的时候 她的举动可以说 并不是一种文雅的动作 换句话说 妇女生产并不是一种斯文的动作 那她愿不愿意 她丈夫看到呢 可以说在中华人的社会 相信大多数都不是十分愿意的 如果环境许可 如果太太临盘的时候 丈夫应不应该去陪住 这个问题 最好是由做丈夫自己去决定 在未决定之前 陪太太一起参加产前工作班 双方都有准备 那丈夫到了产房 就不会越帮越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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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